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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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正在期末考州 心情不好怎么办 没关系 就来听我们好听的九点尝尝棺 听完了以后呢 心情就好了 可以睡个好觉 明天又是快乐的一天 所以赶快打开收音机 跟我们一起享受一下 现在赶快来广播 下个礼拜四呢 我们的寒假模式就启动 你看看 寒假马上就来了 我们这新星王子呢 就要来告诉大家 关于2016年的星座运势 这个很重要呢 未来一 不是未来一年啦 应该是说这一年 这个各个星座呢 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大家都好期待 大家一定要准时来听哦 好 那再等这个农历新年过后呢 我们就要来进行一个 寒暑假限定的超人气单元 大家都知道那就是 唱唱棍全家大挑战 对啦 这可是最兴奋的时候就要到了 全家一起打电话来挑战 拿奖品 好的 那万一错过这些精彩的 或者是你看 我今天广播这么重要的东西 都没听到怎么办 没关系 你就到那个YouTube上的 酒吧新闻台的频道 随时都可以重听 我们的精选单元 好的 在这么有精神的状况之下呢 我们马上来看看 今天要来学什么 点姐你好 我是一只星星 大家都叫我长毛 我每天都喜欢抬头看 天上的星星 点姐 这两天变得好冷哦 真的有冬天的感觉了耶 泰山就邀了我们森林里几个好朋友 要去山谷那边泡温泉 冬天泡个暖乎乎的温泉 最舒服了 不过点姐 说到温泉 我一直很好奇耶 温泉到底是怎么来的啊 是地底下有小矮人在烧开水吗 又要请点姐帮忙解答一下了 温泉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请点姐告诉我 说到温泉 当然就来听首应景的歌曲 我们一边听洪欧和哥哥 唱的这一首温泉香的炼歌一面 解答给你听 这首歌的台语叫做 温泉香的软歌 温泉香的软歌 好了我的台语非常的长 爸爸妈妈不要笑到跌倒 好说到这个问题 那你们知道吗 其实我们这个地球啊 是个大火球呢 所以呢在地河 也就是地底下 很深很深很深的地方哦 那个温度可是高达了摄氏六千度哦 在这个内部充满了非常烫的岩浆哦 你知道这种来自地底下的热能 我们就会说它叫做地热 它呢就像是这个瓦斯鲁一样 会帮把这个地下水煮得热乎乎的 而这些煮得热乎乎的地下水呢 会从岩层中的裂缝冒出地表来 就是我们说的温泉 说到这个温泉你有没有发现 有很多地方的温泉 都有叫做地狱这个名称 像是纽西兰的地狱之门 或者是日本的地狱谷温泉 甚至我们台湾北投知名的地热谷 以前也是叫做地狱谷哦 那是因为呢 这些火山地带的温泉 都有火山特别的这种硫磺的刺鼻味 然后呢 再有挥之不去这种灼热的白烟 所以你只要经过 就看到了好多好多的白烟 那旁边的植物呢 就烧得没有了 就很热就烟烟一洗啊 所以以前的人来到这边的时候 都好可怕 以为来到了地狱 其实是不是 就只是很热而已 不过呢 不是每个地方都是如此哦 像这个美洲原住民就认为 温泉啊 可是神灵的住所哦 经过的时候呢 不但不能大声的喧哗 而且有时候甚至禁止讲话 像现在那个天气比较冷了 对不对 天气冷 大家谁都希望说能够温暖一下 当然就是要去泡温泉 说到温泉啊 我们今天就要来问啦 去泡温泉的时候 下列哪一项呢 是不恰当的 不应该做的事情哦 一 不要携带宠物去一起泡 二 空腹的时候呢 就不要泡温泉 三 带相机进去四处拍照做纪念 四 孕妇最好不要泡汤 好 等一下呢 知道答案的人打电话进来 第一个人就可以来答题 答对的人就可以获得我们 强强棍 精美小礼服 小礼物一份 好 还会得到我们如果儿童剧团2016的限量专利 所以待会儿 第一个打电话进来 有福了有福了 刚刚应该有仔细听到那个题目 如果没听过没关系 待会儿点姐会再一次念给你听 小园特工队 报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你 你是谁 我 我是老师 你又是谁 我是校长 啊 怎么校长老师都来了 嘿嘿嘿 我校长也要听到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校名啊 在歌里面了已经出现了哦 我刚刚有讲特别有讲这个学校的景色很优美哦 中林绿秀 所以是什么学校呢 啊 我又听到校名你们听到了没有 感觉是一个非常有文艺气息的学校 哦 哦 大家听出来没 没错 今天呢 我们要访问的就是台北市文山区景星国小 我们来欢迎吴伟曾校长 校长好 小朋友好 哦 欢迎校长 欢迎校长 哎 欢迎呢 现在景星国小 特别要讲景星国小的原因是因为在中和也有个景星 是新旧的星 那我们这个是台北市文山区的景星 呃 星星向 不是星向 高兴的兴 好 景星国小 好 欢迎这景星国小的大朋友小朋友呢 或是校友呢 还有爸爸妈妈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校长聊聊天哦 好 我们call you电话是83693398 83693398 哎 校长啊 我们好像上一次来到这边的时候 已经是13年前了哦 对 那个时候是来介绍万大国小 是 那时候在万大国小服务 哦 那上一次呢 我们介绍这个景星国小也已经是10年前了 所以有很多小朋友都说 可不可以赶快来介绍一下我们学校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校长来哦 好 那我们就先请校长来介绍一下 这个景星国小像 点解就不太知道 景星国小大概在什么位子啊 知道是在景美都是啊 哦 景星国小啊 就在我们台北市 去沿定风景区就SYZ嘛 哦 那这个我们的S啊就是仙基岩 哦 那我们就是学校就在仙基岩的下面 哦 在景华街150项21号哦 哦 仙基岩登山口之一啊 哦 所以登山的人会可以从我们学校门口经过 哎 那每年看到很多健身的人 哦 所以那个仙基岩一听就觉得是那个风景 又是一个景点 是 风景优美 所以这学校应该是风景优美吧 对对对 哦 就仙基岩的下面 那学校大概有几班呢 目前普通班有37班 幼稚园有4班 哦 还有两班资源班 哦 资源班是分散式的 所以就平常有需要的时候 小朋友才去那边做重点加强 哦 那是一个 就是一个给小朋友一个额外的一个成长加强的地方 哦 哦 哦 哇 所以37班 这样平均起来一个年级也有6班左右了 对 6到7班 哦 也不错 是应该蛮大的国校啦 对不对 中型啊 中型啊 中型的国校 哦 好 哎 怎么这么快 我们才讲一下 马上就有人打电话进来了 校长忙 已经有小朋友打电话进来 好 好 好 我们现在先来接一个小朋友电话 陈诺 校长好 点姐好 陈诺你好 你是我认识的陈诺吗 当然是啊 哦 真的是我认识的陈诺 陈诺你好 原理是景星国校的哦 对啊 哇 好 好 等一下我们先让你打好County 然后再让你来跟我们聊聊天哦 刚刚你有没有听到点姐念题目 有没有听到 点姐在念一次 好 我再念一次给你听 我们说到温泉 请问呢 我们去泡温泉的时候 下列哪一项是不恰当的事情 就是不能做的哦 好 一 不要携带宠物一起泡 二 空腹的时候不要泡温泉 三 带相机进去四处拍照做纪念 四 孕妇最好不要泡温泉 看到这 是哪一个 三 三是什么 不能带相机 好 那为什么不能带相机你觉得 因为对他的观念有可能会拍到大家影视数 对 你很聪明也不错嘛 如果你拍了以后这照片拿出去 多可怕 好 我们来看答案到底对不对 有 有 有 恭喜承诺 你可以得到强强棍精美小礼物 还有 如果儿童剧团2016 限量出力 超开心的吧 等一下跟我们聊完天的时候 电话不要挂 然后把那个礼物送给你 好 恭喜承诺 恭喜承诺 那个校长在跟你问好 承诺 谢谢 好 恭喜你 你平常常常看到校长 校长我有一个小问题 你要问校长问题 好 校长 从到我六年级 毕业的时候 还是你会 颁 帮 毕业 证书给我们吗 哦 承诺 我知道你现在是二年级 对啊 那 可能在你六年级 四年之后 可能校长 赢任吧 不在这个学校 不过没关系 我常会看到你 我每天给你祝福 OK 我想看到 我们互相见面 就是一个最好的 祝福最好的一个礼物了 谢谢 哇 承诺 你这么喜欢校长 对啊 哦 你希望 所以你希望 你现在才二年级 你看 你希望你毕业的时候 还是这个校长 还是吴校长 颁那个毕业证书给你 是不是 对啊 校长这么棒 我问你哦 你平常会在什么地方 看到校长学校 就是在 就是在 校长每天都会在 那个上学的时候 在下门口指挥交通 校长指挥交通 保护你们安全的意思吗 嗯 哇 怎么这么棒 那所以校长 你认识承诺 我认识承诺 你是认识全校 每一个小朋友 也并不近啦 很多是小朋友看到我 我知道是我们学校的小朋友 但是名字可能对不起啊 太多了 一千多 那可是校长特别认识承诺 好 那那个承诺 我就要先你看 先请哪 你介绍校长 然后我再请校长 介绍一下 你长什么样子 好不好 那你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你校长长什么样子呢 我觉得校长 每天都会带着校的 我们在 那个学校校门口指挥交通 而且这样的 很好看 也会很亲切的 跟我们说早安 哇 好 真的是这个太厉害 那我们请校长 很快介绍一下承诺 承诺啊 应该是二脸三班的小朋友 看到他的时候就是 他的身高啊 不是说很高 但是长得很结实 那外表非常可爱 而且啊 他口才不错 有一次啊 我记得在访问的时候 有问到 访问到他 他答得非常好 这个反应啊 认知啊 都非常的棒 那平常看他 就快快乐乐的 活活泼泼 上次有看到他奶奶带下去 我第一次看到他奶奶 在上上礼拜而已 就近了 看到他奶奶 对啊 对啊 我那还很亲切的 想说 校长是不是要骂人 没有了 没有了 看我真的 这个很棒耶 这我们都 听起来都觉得 好有感觉 好有印象 谢谢承诺 打电话来介绍校长 谢谢 对 电话不要挂哦 等会把礼物送到你 你手上 好 我们马上来接听 就马上挂掉了 是不是 我们现在马上来 接听伟诚妈妈 伟诚 断掉 哎呀 伟诚妈妈真是不好意思 她的电话 断掉了 没有关系 你再赶快call in进来 好 那我先接下一个 是陈杰 陈杰你好 你好 校长好 你好 陈杰 你 你是第一次 打电话进来哦 哦 那你以前有听过 我们的节目吗 有 有哦 那你听多久了 听差不多四个月左右 哦 听四个月 可是这是第一次 打电话进来 那你知道第一次 打电话进来会怎样 就欢呼 对耶 我马上要帮你欢呼了 欢呼 欢迎陈杰 陈杰 陈杰 欢迎 欢迎 有哦 好 陈杰 来来来 你六年级了 嗯 你是六年三班 对 那来 陈杰你来 在这个学校待了六年 要帮我们介绍一下 你觉得学校 最漂亮的地方 在什么 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学校最漂亮的是操场 哦 怎么说呢 因为操场虽然没有很大 但是 但是游乐器材也很好玩 然后抬头望的话 会一整片天空 然后上面四周 因为是在一个盆地的感觉 然后往上旁边会有那个树 哦 所以很漂亮 而且还会看到一些住宅 住宅 哦 你说外面的住宅啊 对 哦 所以你们平 社区 社区住宅 所以平常那个操场上面 你说有很多游乐器材哦 哦 哦 那下课就是大家聚集的地方 对 一定吧 那你们学校这是 你觉得这地方是最漂亮的 嗯 哦 下次我也应该去看一下操场 我刚刚看你们很多学校里面的照片 还有很多地方有花有草 都很漂亮 好 那你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什么话要跟校长说 嗯 嗯 是 就是很谢谢校长 把我们学校治理的那么好 那么漂亮 哇 谢谢小朋友表现都很好 非常感谢 对 那个 刚刚你特别讲说治理的很好 就是 你觉得校长是在你们学校 比如说 做了什么事情 就让你特别这样子觉得呢 因为校长 每次召会的时候 都会很有精神跟大家问好 虽然我们小朋友 有时候就太累 就没有很热情的回答 哦 所以校长每次都很热情 嗯 而感觉的出来 我刚刚点解 刚刚跟校长聊天 就感觉到 校长在这个学校 在景星国校几年了 校长 今年是第七年 校长已经在景星国校七年了 感觉像校长 真的是对这个学校 非常的热情 跟有爱心 好 陈杰谢谢你打电话进来 谢谢 那你还要继续听我们节目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 好 先跟你说拜拜 拜拜哦 拜拜 好 我们再来接这个 刚刚挂掉的伟辰妈妈 伟辰妈妈你好 你好 点姐 校长好 伟辰妈妈好 喂 伟辰妈妈 你听我们节目多久了 大概有一年多 一年多 今天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对啊 哦 那旁边还有谁 哦 旁边有不敢讲话的伟辰 很害羞 还有伟辰 好 那我们赶快来 欢迎伟辰妈妈 害羞的伟辰 加油 加油 哦 要欢迎一下 欢迎一下 好 伟辰妈妈 你今天要打电话进来 跟校长说什么呢 我想要先谢谢校长 每天送晨晨去上学的时候 都看到她在那个 导户的团队当中 风雨无阻 很感动 真的 哦 所以你每 其实每天去的时候 你都有这个 看到校长 偷偷注意校长 哦 真的哦 伟辰是几年级啊 他今年才一年级 哦 他今年才一年级 那校长你认识伟辰吗 伟辰这个名字我听过 但是我跟人 现在目前没办法 喝得起来 啊 伟辰妈妈 校长现在说跟人 明天早上你去的时候 再特别跟校长打 校长 好啊 没问题 没问题 那那个 害羞的伟辰 有没有什么事情 想跟校长说呢 他是想问说 是不是以后 都没有寒假作业了 对对对 很重要哦 寒假作业啊 今年台北市应改成 就是由自主来做决定 那我们老师 我们已经开过两次会了 为了寒假作业 问你开过两次会 我们希望说 老师能够先引导 然后让小朋友跟妈妈 家长也能够做一个决定 做一个选择这样子 那老师 因为像低点几层 自己不要不会选 那老师会提供一些意见这样子 那这已经跟全校达成共识 那我想多跟少 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做出来的东西 或是你去做的活动 或是做的学习 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那我想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比如说你回去过年 去拜年 去了解各地方的风景 习俗 我想这也是很好的作业 所以作业就在生活中 生活中不时有作业在 所以我想作业不要给大家太多压力 谢谢 我觉得习俗妈妈这听起来不错 对不对 对呀 我也觉得很棒 对不对 那我也想问一下 卫辰 卫辰 那你刚刚听校长这样讲 有没有觉得比较开心 过生活也是一种作业 他在点头 卫辰妈妈你再把那个话筒拿给他 又问他说 可不可以讲一下说 那谢谢校长开出这么棒的 寒假作业的这一种策略呢 要不要谢谢校长 夏伟辰 他还 好 没关系 那明天去学校上课的时候 不要忘记要跟校长大招呼哦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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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伟辰妈妈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然后我们再回来 儿童新闻 听场场哥哥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好 现在呢 马上就要选举了 这个新总统呢 也即将诞生了 对此啊 全教总 就是全国教师工会联合总会 今天呢 向未来的政府就喊话了 希望将来家中有幼儿的爸妈 不该加班 应该把时间呢 能够留给家庭 全教总就表示了 台湾上班打卡制 下班责任制 让年轻的爸爸妈妈呢 越来越晚下班了 最需要父母的幼儿呢 就跟着必须留在幼儿园了 回到家以后呢 也就完全没有亲子互动 因为已经很晚了 大家就准备睡觉了 这样子的这种情形 已经成为了家庭的常态 千万我们不要为了 因为经济的发展 而牺牲家庭 这其实真的是蛮重要的 在台湾现在这个状况之下 希望大家都能够 少上一点班 多赚一点钱 多赔一点家里面的小朋友 好 我们第二则新闻 再来听一个 比较轻松一点的新闻 小朋友啊 通常都是想学 那个大人打扮跟化妆的 那有一个美国 二亥忧之后 三岁小女孩 罗伊 她就看到大人化妆呢 涂完睫毛膏以后 就变得很漂亮 她就很羡慕啊 因此她就拜托 她的阿姨 也帮她化妆 结果呢 这个阿姨就超故意的 没有帮她化得美美的 反而呢 恶作剧将那个 罗伊的额头啊 脸颊上都画上了皱纹 小女孩瞬间就变成了 白水公主里面的坏巫婆 诶 如一看到自己 变成老祸的样子 她不但没有生气哦 她笑得很开怀耶 然后呢 阿姨就把这个照片呢 放上了网络 让网友们看了都说 想找自己的 子女祸女儿来试试试看 看看到底有多好玩啊 其实这蛮有趣 因为我帮小朋友 画过老妆 结果大家看了以后 我会先是吓一跳 但是马上就笑开 笑开怀 因为呢 看到自己老的样子 蛮好玩的 大家都可以来试一下哦 嘿 欢迎回到 我们的九点抢抢棍 你现在收听的呢 是这个校园特工队的单元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闻山区景星国小的 吴伟甄校长 我要特别生好 就省山国小的吴伟甄校长 在我们的现场 好 校长呢 刚刚我们已经有听到 好多小朋友打电话 竟然好踊跃 然后呢 就聊了一下这个学校 可是呢 还想知道更多 关于学校的部分 请校长介绍一下 学校好了 这个像硬体 有什么样的设施呢 好 点解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学校啊 有1.58公顷这么大 也不是说很大 大概中型学校 那这个学校呢 虽然不是那么 效率不是那么大 但是啊 可以说麻醉虽小 这个无脏俱全 我们有自由的厨房 自己的厨房 全台北市有八所学校 有自由厨房 我们学校就其中之一 意思是说 学校有自己的厨师煮菜吗 对对对 哇 这个很棒耶 所以我们小朋友呢 在那个学校用餐的成本上 比较低一点 那这个学校的厨房 得过教育部的金子奖啊 他就是说经过评选 这个算是一个很好的厨房 菜煮得非常好吃 哇 所以那个学校 学生应该都胖多多了 菜煮很好吃 那那个一个礼拜的菜色 就是学校的老师 还是营养师设计 我们营养师设计 怎么这么好 现在学校怎么 小朋友怎么都 这么的有福气这样 对 专有营养师 很棒耶 对 第二个 我们有演艺厅 我们有活动中心 我们有一个 跟活动中心 一样大的图书馆 大概有12间教室这么大 这么厉害 对对对 那我很想去看 我真的超喜欢图书馆的 对对 哇 怎么会想到 这个图书馆要做这么大呢 因为之前我们的前辈校长 也说阅读 对小小朋友来讲 是很重要的 所以应该有这么大 有图书馆来 供应小朋友 让他们能够 沉浸在书海里面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优秀 所以就是小朋友 其实在这里面 应该都很爱看书 进行过校的小朋友 大概 以103学员读 上个学员读来讲话 大概一个小朋友 进图书馆的次数 大概21次 大概21次 21次干嘛 一个人的习惯 要养成 大概21次 那一个 凭一个小朋友 借书的侧数 大概是35次这样 哇 这个不错 这真的听起来就觉得 有提升这读书的风气 对 另外我们学校还有一个游泳池 它虽然不是很标准 因为我们效力不是很大 我们只有五个水道而已 不错了啦 校长也有很多学校说 我们没有游泳池 这游泳池已经很好了 对对对 小朋友应该都还蛮选上游泳课的 小朋友 当然大部分很喜欢 还是小部分比较怕水 怕游泳 因为有游泳池的关系 我们老师知道 到最后 一定要到六分级的时候 一定要通过25公尺的一个 游泳的 这个考试 对对对 检定考 其实田姨姐听到 都有一天怕 哇 要游这么多 25公尺 其实还蛮 游泳池的学校是25公尺 哇塞 其实还是蛮长远 大家要加油 大家田姨姐没有在你们学校替你们加油就是了 没问题 小朋友大概都能完成 都可以 那还有呢 那个刚刚那个校长有给我看那学校的照片 那学校很厉害 还有那个什么彩虹的屋顶 这个也是蛮特别的 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 因为如果学校的硬体还有一个特色 假设要再说一个特色的话 大概就是我们学校的 每次在工程 在修缮工程的时候 我们会把工程跟课程 尽量结合起来 结合起来 这个是很不一样的特色 对 那我们学校因为临近仙基岩 所以我们的课程 校本课程 学校本的课程就是 仙年绿活 哦 对 那我刚到这个学校的时候 我常常听到的句话就是 我们是仙基岩下的彩虹学员 那什么是彩虹学员 对啊 什么是彩虹学员 那我也问了很多人 我后来才比较清楚 就是彩虹是代表幸福跟希望 所以希望这个学员里面的小朋友 亲师生都是充满幸福跟希望的 所以我们当时在做 屋顶防弱跟隔日工程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样一个大土 就放在工程里面 那就终于顺利发包出去 分两年试作啊 分两年试作 但是一次设计 就把屋顶 因为我们学校是像英文字的 一字形这样子 那个一的外围啊 大学的外围 刚好是因为某字形 就把它当作彩虹一圈 那中间那一横呢 我们就把它画一个植栽啊 植树啊 就幼苗成长的样子 来象征啊 这个在彩虹学员下面的小朋友 都能够心惊向荣 那这个部分啊 当然也是可以服用到 因为整个 这个再漆过一次啊 它将来防袖功能会比较好 那第二个就是从仙基岩上面 不管是住家 或是从仙基岩上面的仙灵庙 往下看 可以看到我们一部分的学校屋顶 我们希望说我们学校能够成为 仙基岩下的一个路口的地标 对所以有这样一个构想这样的 而且真的就会马上变成叫彩虹学员 是真的就是完全符合 我觉得这也是好棒 而且好漂亮啊 真的拍出来那个学校的屋顶是很美的 嗯 是 好我们现在再休息一下 然后等一下再回来 亲密日记 星期四 林林要考试 今天的我 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九点厂堂 现在进行的是亲密日记的单元 我们线上已经有了 这个景星国小的廖家珍 家珍你好 姐姐好 校长好 好 小朋友好 欸 家珍 你今天是第一次打电话进来哦 对 以前有没有听过我们节目 没有 今天第一次那是怎么会知道的呢 老师说的 所以要特别打电话进来跟校长讲话 对不对 那我们还是要帮你欢呼一下啊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我们要欢迎第一次打电话进来的家珍 我没有 旁边是不是还有人啊 对 还有谁 妈妈 哦 欢迎欢迎欢迎妈妈 哦 以后还是要继续听我们节目哦 还有哥哥 哦 还有哥哥 哦 欢迎欢迎欢迎 五年二半 哦 哥哥是五年二半 对啊 他叫什么名字 廖建凯 廖建凯 欢迎欢迎五年 哦 欢迎廖家珍姐啊 哦 太棒了 好 社长姐 有没有心情觉得很好 有 哦 心情很好了 好 好 那好 家珍我跟你说 现在我要请那个校长来出一个私房题哦 那你要在线上专心听 看看你知不知道答案 但你不能说出来哦 你先不能讲哦 好 我们现在先来听听今天校长要出的私房题是什么题目呢 好 家珍 建凯跟廖妈妈 你们好 廖长好 哇 妈妈好看 对不起 我们一直认为我们学校的图书馆这么大 这个可以提供小朋友很多的学习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小朋友知道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大概有几万册书吗 几万册哦 是一万 二万 三万 四万 五万 六万 你可以思考一下 好像我问是说图书馆里面有几万册书哦 哦 等一下我先问一下 家珍你知道答案吗 不能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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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能讲 现在全不知道答案的小朋友 家珍全家人或者是其他景星国小小朋友 赶快呢打开那个我们的脸书 98新闻台的脸书 你会看到校长跟点解合照的照片 然后你去下面留答案 留答案 然后后面加上你的名字跟你的年级哦 好 明天我们会来颁奖 会选出正确答案的人 然后颁奖给你们哦 这样知道了吗 家珍 知道 好 赶快去 赶快去打开那个FB 然后去留言 谢谢家珍今天打电话进来 谢谢 还有家珍妈妈 还有哥哥 记得以后要听我们节目哦 先跟你们再见咯 好 好 那最后最后啊 我们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 然后我们要请这个校长呢 跟我们全部的景星国小小小朋友 说几句话 好 我们景星的亲师生 还有我们的听众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News酒吧 接受访问 那我要跟小朋友讲的就是说 在这么多年来 我看到我们的小朋友都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认真 你们要记得你们是最幸福 而且是最棒的一群小朋友 在这里校长要跟各位小朋友讲 就是各位小朋友 将来你们要记得一分的耕耘 不见得会有一分的收获 但是你想要有收获 那就一定要耕耘 所以我们未来我们一起努力 让我们的学习 让我们的成长更棒更好 谢谢 谢谢校长 好动人的一番话 真的就是要一定要有耕耘 才会有收获 对 虽然不只是一分 有时候十分 有时候没有分 但都要努力耕耘 谢谢校长 我们今天太开心了 能够邀请到景星国小的校长 那我们就在这边跟大家说 晚安 校长 跟大家一起说 大家晚安 晚安了 拜拜 晚安 晚安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哎呀 快十点了 大朋友小朋友 是不是上床睡觉了 鬼鬼奶奶 还早呢 还早啊 那你们想做什么呢 听故事 对 对 听故事啊 从前 从前 哦 怎么又是从前 对啊 又是说的 哎 故事不一样嘛 可是开始当然都是 从前 从前 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到森林里面去采水果 就在她采了满满一篮的野生的水果 正准备满载而归的时候 在路上碰到了一个老婆婆 嗨 可爱的小女孩啊 老婆婆亲切地和她打招呼 你家里这些野果看起来挺不错的呢 哎 可以给我吃一点吗 好啊 没有问题 小女孩大方地说 你想吃多少 你就尽管拿吧 老婆婆毫不客气地 就塞了好几个水果到自己的嘴巴里吃的 嗯 嗯 好好吃的样子 看老婆婆吃得那么开心 小女孩也觉得很高兴 过了一下子啊 老婆婆觉得吃够了 笑咪咪地对小朋友说 嗯 你真的是一个很好心的孩子 嗯 你请我吃野果 我要送你一个礼物 说着呢 老婆婆就拿出一个 桃植的小砂锅 嗯 哎 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小砂锅哟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砂锅 是吗 小女孩充满了好奇地问 那她到底哪里神奇啊 来来来 我先问你 你最喜欢吃什么东西啊 皮蛋瘦肉粥 小女孩毫不思索地就大声回答 哎 好极了 以后呢 当你只要想吃皮蛋瘦肉粥的时候呢 只要拿出这个小砂锅 然后对她说 一 二 三 小砂锅 熬粥吧 她就会熬出世界上最好吃的皮蛋瘦肉粥了 等你吃饱了 只要再说 一 二 三 小砂锅 别熬了 她就会立刻停止了 哇 好棒哦 谢谢你老婆婆 你真是太好了 小女孩捧着神奇的小砂锅 欢天喜地地冲回家 一回到家 小女孩立刻就扯着喉咙大喊 妈妈 妈妈 你赶快出来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哦 你以后再也不用煮饭了 等妈妈见识到了小砂锅的奇妙之后呢 妈妈呢 比小女孩还要兴奋一百倍啊 太棒了 妈妈乐得就一直叫一直叫 以后我们就天天吃皮蛋瘦肉粥吧 好啊 小女孩说 如果我们每天都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皮蛋瘦肉粥 那我们就太幸福了 但是这小女孩万万也想不到 如此幸福的日子过不到一个礼拜 她就腻了 妈妈 我们不要再吃皮蛋瘦肉粥了好不好 小女孩可怜兮兮地说 我今天好想吃别的 好啊 那你就直接跟小砂锅说吧 但是 不管小女孩说什么 小砂锅熬出来的还是那风味独特的皮蛋瘦肉粥 小女孩实在没办法了就求妈妈 妈妈 那你煮吧 不行 妈妈断然拒绝 我最讨厌烧饭了 只要我不用烧饭 我可觉得天天吃皮蛋瘦肉粥也没什么关系哦 就这样 小女孩和她妈妈一连吃了三个月的皮蛋瘦肉粥 一直吃到连妈妈都受不了为止 对哦 对 EE 为什么呀 没有给你第三針 龙鹅 我上 행 本视频